各位,你是否厌恶你生命的任何地方呢? 我们应该厌恶自己吗? 这或许是一个奇怪的问题 在当今社会,人们一听到这个问题的第一个反应 应该是,我们当然不可以厌恶自己 反而应该多爱自己 的确,我们要拒绝不当的自我厌恶 有些人厌恶自己是因为讨厌自己的某些条件 他们认为自己不够成功、不够漂亮、不比别人优秀 或者,他们因为某些过去曾做过的错事、傻事而感到羞愧 一致就厌恶自己 他们因为讨厌自己,也觉得别人也不会喜欢他们 或是不会饶恕与接纳他们 这样的人很容易陷入自怜、自卑、甚至绝望的光景 但是,我们要掌握对自我价值的认识 我们若认识神的真理 就会对自己有非常不同的认识 原来,人的价值不在于我们有多成功、有钱、漂亮、聪明或优秀 乃在于我们仍是按照神荣耀的形象被造的 所以,我们也是尊贵的 世人怎么评估我们不是最要紧的 最重要的是神如何看我们 特别,被神拯救的人更不该自我厌恶 对于神所拣选和拯救的人 神更是看我们为宝贵 以致神甚至愿意牺牲自己来拯救我们 神无条件的爱能遮盖我们生命里 每个羞耻或不完美的地方 若有人正在自我厌恶中 他得医治是从他认识这位爱他的救主开始 并且,若人信靠耶稣 他一切的罪也被耶稣的宝血洗尽了 以致他不再需要因罪而感到羞耻 在神眼中,信主的人已经不再是可怒之子 既然神借着耶稣以饶恕他 那么他也可以饶恕自己 圣经告诉我们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这来自基督的新生命和新人 是我们不可厌恶的 因为圣灵会不断在我们的生命 做更新的工作 我们应该越来越喜欢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 新形象 我们更不该让过去或现在的软弱 妨碍我们继续在这个新生命里成长 我们要做的是如同保罗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找我来得的奖赏 然而我们应该讨厌我们堕落 有罪的老我 虽然我们是被神完美的按照他的形象而造的 但自从我们的始祖犯罪以来 人类的本性就败坏堕落了 而这堕落的老我 也使我们总选择违背神 去从犯罪的道路 所以保罗才提醒我们 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 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领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虽然我们信主了 也不能忘记我们旧人和老我是曾经如何的妨碍我们 认识神跟从神的 即使现在得救了 我们的老我还常试图要掌控我们的生命 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的善 反去做我们所不愿意的恶 所以我们应该要厌恶那叫我们犯罪的肉体 讨厌那使我们爱世界 爱许多偶像的鬼扎之心 我们当厌恶我们自己那堕落有罪的部分 换言之 就是我们的老我和旧人 我们若不厌恶自己的老我 又怎么可能会真实的讨厌罪 并发愤与罪抗争到底呢? 我们若不讨厌我们的旧人 就不会乐意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了 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我们讨厌罪 但却仍然喜爱我们自己那使我们犯罪的老我 因此在我们的属灵征战中 也需要适当的自我厌恶 就是讨厌我们的老我和旧人 神厌恶我们的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也当恨恶 正是因为这老我 我们才在成圣的世上 与神发展甜蜜关系的世上 服侍神的世上 常受到拦阻 到最后 重要的结论不是自爱或自恨 乃是在神面前谦卑 神爱什么 我们就爱什么 神悟什么 我们就悟什么 神爱他所创造的人的生命 他更爱他所重生拯救的信徒的新生命 所以我们也当在对的基础上 看重和爱自己 同时 神也恨恶我们那背逆他的部分 就是犯罪的老我和旧人 这也是我们当厌恶自己的部分 但愿我们都学习 以神的眼光来看待自己